现在啊过个生日聚个会啥的吧都愿意找一间民宿啊这样呢节省一下不少的时间而且还比较自由 但是虽然是花了租金但是您呢也得讲这个度你不能把人家那个房间霍霍的太厉害了 二十一号沙阳的一个民宿的房东啊就遇到了这么一拨客人把民宿啊布置成了生日房 客人退房之后房东查房的时候啊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哎呀那屋里被祸祸的那是一片狼藉啊 木质地板也被蜡烛给烫坏了壁纸啊被贴的都是焦点然后很难清理很难清理干净 这个事呢就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评论 太惨了太惨了这上面全都是啊主要是把我地板让我烫了 你干嘛我个木质地板上点蜡的啊焦点这上面全是焦点我这是壁纸啊 壁纸看一眼这焦点哎呀真气死多人呐 一二零一百块钱钱是肯定不够的一百 这次我这种省气的有这种明火就更不行了 我都觉得安静影画那块就挺害怕的呢 三日房我家一律不结贷啊 难说这不是坏人吗啊 人家是这个房东你把人呜呜啊原来的硬装都给破坏了 谁不生气啊 我觉得人家房东生气也正常啊 咱们也能理解 但是啊咱们把话往回说啊 开门做生意啊遇到什么样的人啊 这个素质高低肯定是不一样的 咱们呢得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遇到了咱们就心平气和的去对待 另外应该啊事先的告知对方啊 把丑话说前头比事后闹心呢 我觉得要强 太过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